现在很多新鲜事 无奇不有 而且都有照片为证 很多事你都没见过 就是说在一个高速公路上 跑着一个敞篷车 不是敞篷跑车 是敞篷大卡车 就是说这个车的驾驶室的上半 没有了 然后就是司机 就这么开着这车 裸车 然后背后有人躺着睡觉 你可以看看 这是真事 你瞧 这高速公路上有人开这样的车 然后又某地 这一下雨之后 相邻的两座楼贴一块去了 脸贴脸 你知道没有 然后你再看下边 说又某地啊 就这个电视塔 突然一下雨啊 还是什么打雷了 咔嚓 电视塔折了 这事让你们有什么感触 假如我非常感谢有照片 给我们带来多少的乐趣 没有照片的话 你只用说的 我假如只听你说的 完全不敢相信 很多事情 可是而且特别既从上回上海 打了一个洞楼以后 我觉得我什么都相信了 你现在今天告诉我在 这个我们的地方 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相信的 不管多荒谬 哎呀 徐老师呢 我这两天就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 那个也是 你文字说明不了问题 那张照片是什么 红河 一条红的河 在广东 是是是 有一个 他的照片拍出来 就真的 这个这个 废水排出来 像一个瀑布一样 而这个瀑布是红色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里开矿 开了矿以后呢 他这个污水啊 就含着大量超标的 多少几百倍的这种超标的 金属的水出来 然后呢 他们呢 当地当然也知道 这个是污染的 那个地方叫上坝村吧 然后他们去修一个坝 把那个污水挡住 可是呢 平常能挡住 一到下雨的时候 一特别雨 特别大的时候 就挡不住 那个东西就冲下来了 冲下来了以后呢 就下面这个村庄里 以及附近的这些人 喝的这个水啊 从 他有个调查统计 好像是从 开矿到现在为止 四百多个人得癌 癌症 癌症 所以叫 人家就 所以当 那个地区就说 来自于那个地方的菜 不能买 来自于地方 那个地方的什么 工不能招 就是说 等于是对他要歧视了 粮食 好像是 哎 粮食也不能 政府 我看报道说 政府投了很多钱 来管制 早就知道有这么个问题 想了很多方法 但是的问题是 我后来看到他 癥结的问题是 他现在这两个矿啊 那两个不知道 什么铜矿 还是什么铁矿之类的 开的差不多了 但是最近发现一个矿 那个字念什么 金字编一个墓 是不是从墓啊 就应该读墓 反正秀才读半边 这个这个这个矿啊 据说价值极高 估计七百亿 七百亿等于全广东省的所有制水的费用 所以对于这么一个小地方 当地的政府 以及州 这可是真是 怎么来说 这天上掉下 所以你叫他怎么不开呢 我跟你说 我经常收到大量这个群众来信 那当然我不是信访部门 我不是说的真假 可是问题很类似 就是说中国人民 许多中国人民 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就是就死人的呀 什么这个癌症 比如说他这个矿 这个洗矿水啊 这里边富含大量 什么重金属 甚至是高度的致癌物质 就污染了那个村里的那个河水 他就没办法 不得不喝这个玩意儿 你说好多地方 都是这种什么化工厂啊 或者是大的这个这个经济项目 怪不得人家国际上有人说 我觉得不管是妖不妖魔化吧 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经济成长 你的经济高速发展 是不是带来了中国的这个环境 严重污染做代价 而且是到了这种 哎呦 你说癌症是什么 咱也知道啊 这个村里一年就出十几二十多个癌症的 他们怎么样 而且科学人员的研究 更可怕的时候 他们形容此说 他是悬在整个 就是上亿人的 就包括广东 这个大的水系 这上亿人民头上的一把剑 这不要被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做了 他们做了研究 就是说他这个水啊 稀释一万倍 生物不能生存24小时 嗯 就是这个水啊 你把它 就是说他 流到了下游的水里边 他稀释了一万倍以后 这个生物还不能存活24小时 当然刚才一句是形容词了 形容词了 也言过重一点 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情总是警觉一点好吧 我们难道只能希望说 嗯 禁诸江吧 可以稀释十万倍 然后就没事了 问题是完全没有人妥善去回应 有有 这是两个事情吗 一个有确定有这种事情 第二个假如你说有的话 有人去回应 第三个 回应之后 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长期 持续的效果 他其实都有回应 而且在治理 你当地政府已经很重视这个事情 但是他问题的癥结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700亿的矿 嗯 你这么高的利润的矿 你叫谁能抵挡 那个当地的 而且当地的老百姓都不愿哦 是 他们都说 哎呀 这个矿 你知道这 假如是700亿的矿就好办 因为你倒过来 换一个角度看 自然那个是那么宝的话 有那么多 可以产生那么丰富的 这个财富的话 那个财富 你预期啊 你把那个矿压给银行嘛 他就可以给你很多钱 然后这个钱呢 就可以把那个事情处理好了 所以不能 请一会儿 我们找矿主谈一谈 我们找矿主谈 秀才欲招矿 有理说不清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现在特别明白哈 就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 比如说当年说是这个毒奶粉 那么其实后来我们知道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当年美国是吧 在这个好像是经济振兴之初 往往这个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越近的时候 环境污染什么的 甚至说那天说什么 潘石一还讲韩国 那个时候踏大楼 踏桥 确实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但是呢 我就是有感慨啊 就是这个历史的过程啊 很无情的 很多人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 牺牲掉了 那么牺牲掉了 就是牺牲掉了 就往往你发现没有 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理议 在过程发展里面哈 我们看到所谓过程 就是一定要往前走嘛 你不往前走 就不叫做过程 会越来越好 对 他往前走 要有个推动 你有有个态度 去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哈 这个不容易啊 我刚听子东讲到说 那个红河的事情 我要突然想起樱幕啊 我二十多年前 樱幕偷懒的樱幕啊 我二十多年前哈 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广告公司上班哈 坐在一个房间 坐了几百人 负责创作广告哈 坐在那边 一边创作广告 一边偷偷看书嘛 那时候啊 知识分子偷看书 看了一本书呢 这是讲台湾的 有一个很聪明的记者 写的哈 他叫杨渡 他就讲他在台湾 做新闻的经验 其中有一些个案 就跟那个红河 是非常像的哈 他台湾某个地方哈 整个区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的癌症啊 或是说有时候不是癌症 是说手指啊残缺 小孩生出来残缺 或说长到十多岁 腿突然跑不动了 那在那个地方 坦白讲 台湾那时候 二十多年前 除了台北高雄台南以外 其实都是城镇乡村嘛 哈 没有那么多发达哈 就以为说 又是以为说有神有鬼 然后呢 完全就像我们看到小说 里面的一百年前 三百年前的中国哈 那条村就慌了 就以为说有神有鬼 有人受到诅咒 然后还找人出来做法事 种种的调查哈 后来就知道 原来就旁边那个村的 一个工厂啊 放出那个有毒的物质 在河楼里面 那个水被污染 那个土地被污染哈 这样 然后呢 这个记者就去调查 整个调查过程里面呢 受到很大的阻止 是什么阻止呢 不是工厂的人 是阻止啊 就像子东刚说 那个地方的附近的人啊 他们很高兴 可以有钱赚嘛 因为他们当时地方的人 就面对两个问题了 这个记者 有良性的记者来调查哈 他不揭发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可能继续会 一代一代的受苦 可是他一揭发了这个事情呢 工厂就可能倒闭 我这一代马上就受苦 没有饭碗啊 怎么办呢 到最后他们就选择了 宁可让下一代受苦 我不要我这一代没饭吃 然后就一起去阻止那个记者 用恐吓的 用利诱的啊 就说老大 你不要来采访啊 这个事情 我记得我当时在广告公司 一边看书啊 在上班 一边看得哭的 看得那种 那时候年轻嘛 为自己这一代 还是为下一代 对 那时候就面对两个事情 那个那个 发达国家其实也存在 我这是去挪威吧 你知道挪威有一个景观 叫霞湾 你要听说过 就是说它是像河一样 几百公里长 很窄 但它其实是海 它下面是海水 那么其中有一个辖湾 很有名 在一个很小 叫一个城市 Stavango 开进去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景观 上面那个石头 悬崖的 是四方的一块石头 那么这个地方妙的 你要看它这个地方的景观呢 要走 有两个途径 一个呢 你要爬一天的山 可以到那个山上 那个石头 还有一个方法呢 你可以在下面坐船 几个小时 在下面转一圈 但是呢你爬山的人呢 你不能从下面看了 你坐船的人呢 你上不到上面了 所以我当时呢 我就在问他们 我就觉得有遗憾了 我在下面看 我就感觉不到 从上面那个写的感觉 但在上面你看不到下面 那我说你们 为什么不修一个 比方像我们这里 修一个缆车上去啊 对不对 那不就是 他们说不行 他们这是自然 他连缆车不能修呢 他连石上面 那个缆杆也不修 就是尽量保持这个原始的 他宁可旅游也不发达 他就说这样的旅游 但是也不全然哦 从那个Burgan到Stavango 那一带的海湾的景色 非常漂亮 可是有一处很难看 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建筑 一个在海边有一个建筑 他们还专门把船停下来 绕一圈 给大家看 为什么 北海石油 石油他们开台啊 他也不管景色了 你知道 这个他的经济 现在你知道全世界 能开到油就是他凶吗 就是挪威 所以他有个石油的台 船上的人全站出来 看那个时代 像瞻仰 那个 不是瞻仰 像崇拜什么东西一样 这也破坏自然啊 他不管 所以经济的东西呢 在一定程度上 它跟那个环境的平衡 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是有一个 我跟你讲 就是我跟你讲讲 封建迷信啊 就是说 很多人像我们表面上看来 像是科学人 科学时代的人 但是实际上啊 每个人 往往有他自己的迷信 有的时候 国家领导人都不都不例外 他自己心里边啊 也许都有或多或少的迷信 我就是这样 你知道 我有一种迷信的这个理论啊 我就说叫幸运积分理论 我就发现啊 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体验 先说世界 对吧 我最近觉得 今年这个世界 明显的幸运积分 广州话讲 谋塞了 幸运积分没有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飞机掉了一架又一架 你没觉得太密集了吗 出的这个事情 这么桥塌了 楼倒了 这个 你的意思是08年 这个幸运水喝多了 不是 哈利波特里边 不是有幸运水吗 我从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迷信的理论来讲 我就发现啊 就是幸运积分来自哪里 我总觉得 好像每个人在天上有一个银行 反正吧 你自个的享受 全是用于你自己的 现在的享受 你就是在花你的钱 我每每发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明白你的意思 就每当我在生活当中 无比荒银 享乐 就自己活得非常happy了 以后我就快倒霉了 你知道吗 这个幸运积分用完了 然后就倒霉到真是说 出门天上掉下锅 砖头都能把你砸死 这还真不是盖的 你这前前几天成都还是哪 就有有一个城市吗 我夫妻俩出去吗 楼上的那个阳台啊 那个水泥脱落 光砸老婆脑袋上砸死了 砸死了 所以他们就说嘛 说现在就是说 你也不敢往路边走 怕给撞死 你也不敢往这个楼边走 怕给砸死 你在自己家里 楼都倒了 这就是典型的 我的封建迷信理论啊 典型的幸运积分谋塞了的 就没幸运积分 没有了的表现 你知道吗 而幸运积分 就比如说美国人 就像你说的 花孩子的钱 花孙子的钱 花你们未来的钱 用于自己的享受 这照我的迷信理论 你的幸运积分啊 越来越少 我也试过 就是每次在我经受了 大的磨难痛苦之后 我发现那个运气啊 真是气势如虹 任何偶然性的事情啊 我都能有好事 落我头上 但是每当我把我自己的享受 发展到穷尽的时候 接下来我就发现 如果今天出去 是吧 这个车该撞一下 你肯定躲不过去 那往往有 也有可能是心理效果 你经过大的灾难磨炼之后 什么事情都觉得很好 都是啊 你饿透了 有一碗白米饭 你要觉得不得了 老天对我太好 这一方面是心理因素 另外一方面是跟环境开发 就是环境开发 我们要有度 有节制 没错 我觉得你要从科学的观 科学发展观 来结束 我的幸运积分呢 就像马先生刚才说的了 你污染了这个环境 为了你当时的一点享受 对吗 你幸运积分没有了 你该倒霉了 从你的幸运积分讲 这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真的 这个没有幸运积分的人 你能看得出来 就北京话叫喝凉水 都是一样 真叫一倒霉催的 就是有些人呢 他那个倒霉的那个程度 我也曾经有过 有一阵你运势 就是老倒霉 什么事情该出 该出十分之一的可能性 准打你头上 所以没有幸运积分的人 对吧 只有靠自己多小心 你真的 因为你出去必倒霉 那么有幸运积分的 你比如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 我跟这个命运 跟上帝做交易啊 我最近发现 没有什么幸运积分的时候呢 我就偷偷捐点钱 而且 而且你知道吗 你捐了钱 如果你悬要 你告诉人了 我认为这个幸运积分呢 打十折 不是 打打打打九折 少多了 你得积那个阴德 就是悄悄的给他们钱 还要看你捐钱 捐给谁 那如果是捐了 人家又冤枉说你没捐 然后你再补卷 那种算积分还是减分 你碰到这种事本身 就是一种幸运积分 没了 谋塞了的表现 你知道吗 不要含砂 谢瘾 不要瘾色 没有 就是说 你就苦自己 所以我认为 人可以受点苦 受点苦的时候啊 你就想 幸运积分在那边 在攒着呢 或者你要把你自己 所有的拿出来 给人分享 我的生活经验是 凡是我碰到一件 特别好的事情以后 我也得非常小心 我马上就有一件 坏的事情跟着来 我的生活 我无数次的体验了 我考取研究生 第二天去公园 调了个照相机 绝对的 不许可说 他没有那件好事这么大 但是他会马上发生 所以我现在已经积累经验 凡碰到一件 什么好事的时候 我第二天特别谨慎 我跟你讲 货不担心吗 他不是货不担心 因为是夫无从自 不是 这个能量守恒啊 命运也是能量啊 他这个是守恒的 跟我这个信任积分啊 也讲得通的 还有还有一个 我有个学科 电脑的一个博士 有一年我在 在在加州 身体不舒服 医生说我 10% cancer 说我有10%的可能性是癌 我就很忧虑了嘛 打个电话给他 你知道我这个亲戚 怎么跟我说 他学电脑的 他就说 只都你中过六合彩 没有 我说我没有 他说你平常 跑马啊 什么赌啊 你有没有赢过大钱 我说我没有 那你放心啊 你属于大多数 你不属于那幸运的一类 所以那10% 轮不到你 真的 因为你根本 也不买六合彩 也不买马 所以你是没中 可能你马 就会中 告诉你 可是说 怪不得文涛好 听完你这套理论 怪不得你心里 那么健康啊 永远碰到不好的视野 觉得说 老天你对我这么不好 总要在另外一方面 给我补偿 绝对的 那心理健康嘛 东方不亮西方亮 对 而且真的是这样 赌场什么输了 擒场就赢 哎呀 没错 没错 总有好处 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 你中彩票 你知道最近出一个什么事吗 在浙江永家 都会有这样的事 嗯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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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吧 反正是打工的一家人 买彩票 中了500万 她是用她老公和她孩子的那个生日 买了三买了三注 买三注 真中了500万 中了500万 但是她不知道吗 她不知道 就就像我现在兜里还有两张六合彩 我待会儿就问问呢 就是她就去到那个卖这个彩票的那个店呢 去问 去查嘛 说我中了没有 然后那个店主拿来之后 哗给他扔垃圾桶里 没种 他就走了 你明白 他就走 那个店主是有意的 哎 店主知道 你说那个店主 我佩服这个店主 他当时这个反应 对 这快 不动声色吗 然后没没种 快扔了 扔了那女的一走 然后找另一个人去领奖 说你帮我去领这个500万 你得50万 但是这个女人呢 幸好她是用老公和孩子的生日买的 她回了家之后啊 查得到 她看到了大概是 哎 这不就是我老公和孩子的生日吗 这下报了案 那几个就受罚了 假如他不用这种生育来买 就不知道这种事情了吗 这个是上天注定 幸运分是他的 就是他的 那个人没他的 就是没他的 是你的就是你的 类似的新闻 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那个 那个以前有一阵子也爱读嘛 后来这也读 我记得看一个报纸 大概是两三年前的新闻 一看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一个女的老太太 在那边玩那个脚指老虎 吃脚指老虎 一直玩 一直玩 玩了五六个钟头 在同一台的机器 她就玩 通常那种机器 你玩得越久 你中大掌的机率越大 那完全像演戏一样 他玩到 他学后不行了 然后要向洗手间 然后呢 请旁边一个年轻人 替我看着这台 这台脚指老虎 然后呢 他就去洗手间 回来 那年轻人 他只是叫他看责而已 然后这个年轻人呢 自己掏自己的钱 也不是用他的钱 反正我替你看责嘛 我就掏自己的钱来玩 一掏了两三个之后 送了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 然后就是拿两三盆 结果就打官司了嘛 那老太太就说 我明明在玩 我叫他请他替我看责 结果他霸占了我这个机器 所以这一百万应该属于我的 那当然是看他输了 一定输了 这种就是运了 就是美国就是只讲理不讲情的 对 再按中国的处理方法 就是说 为了你的幸运分 你那个小伙子分一半给这个老太 对不对 这个你看 这个运气是他给你带来的 但是美国他就是这样 从法理上来讲 他用自己的钱 在这个位置并不处 这个小伙子将来 你说美国还有过一个 就中了这个大奖的 类似六个财 这个也很奇怪 一个月之后 这个人出车祸 全身五格寸乱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